這個短片來分享一下多邊形的一個具備 那因為最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很厲害的那種視覺效果 一個夜晚一個白天的視覺效果 那我們就來練習看看那個是大概怎麼樣做出來的 那他面臨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有一個多邊形的那種裁切啊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你直接把檔案丟到剪輯軟體裡面的話是沒辦法做那個功能 所以你一定要實現這種多邊形的這種裁切 那裁切一般來講我們就用綠幕就可以了 像是一種去背 那首先我們要當然是要去背 那我們 拍攝這種素材都是用 腳架的方式 那我們就說我們要去我們要把這一個 跟他分離出來 天空跟山脈分離出來 那我們就先截圖一張好了 不對要先去背 那一個是做綠幕的 這一個是做去背的 好麻煩喔 這就是MAKE最可笑的地方所以要去背要在這裡 在預覽程式這裡點這個鋼筆 然後這裡一個智慧型選取 好 這樣就有了 那我們到時候呢 把天空刪除好了 所以要點 反向選取 將選取範圍反向 然後按刪除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個就變空了 然後再把它拉到這個裡面 智慧型選取 好把它刪掉 這時候呢把這個拉到這個 KEY這個 這樣你就有一個透明底 然後點背景 把這個拉過來 然後把它 檔案會出自 影像 DNG 這台步 好 這時候呢 它在這裡 這個要把它拉進iMovie 然後把素材拉進來 然後把 這一個背景拉進來 然後再把它 裁切到 正確大小 然後把它會出一個叫做 B B片段 C片段好了 這個操作太平衡了 操不太多 怎樣 你要經過三個東西 其實只要到Photoshop去做就好了啦 那是因為Mac太爛了才會 才要經過三個軟體 它把你每一個軟體都把它拆開 然後都留一點點功能 每一個都殘缺 就像蘋果的LOGO一樣白癡 對 我都會想說 就像蘋果的LOGO一樣白癡 就是永遠它都 每一個APP都缺一個電點功能 這就是蘋果最喜歡 幹的無恥的事情 然後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進 Final Cut PRO了 我們今天就可以來把素材拉進來 然後呢 你這時候你就可以 點選擴向器 把它拉進來 然後它有風格化 先拉一個來看看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來調色 現在點這個之後呢 點顏色 你就可以來 調布光 這個是下面的 我們要調上面 所以可以點這個 你就可以單純的去 把它變得很暗 我今天有看到一個是蠻好笑的 這個 就有一個下雨的空間 太鳥了吧這個 然後下面是白天上面再下雨 這就是 你跟我提到的那一種 因為它有運用到多邊形的具備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操作手法 當然它可以玩出 比較特別的 像 今天早上跟你分享的這一個 喔你跟我說的那個 對 那你也可以讓它這個雲是倒轉的 例如說 你可以點這個 倒轉片段 然後你就會發現 上面的雲跟它滑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就會有那種上下跌倒的感覺囉 那主要要運用到的就是你要把一個影片先做出一個綠木珠 你就會完成這個 這樣子的影片 然後這種拍攝 你一定要用腳架 不然你會把自己搞死 好那它這個就是這樣子玩囉 那你們如果有用到需要多邊形具備的 例如說大樓之間的啊 還是什麼橋樑之間 道路之間的多邊形具備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那因為你在 單純的用MAK具備 那些東西是蠻爛的 最好的方法還是用 PS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這個檔面呢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就可以做出這些奇怪的概念了 讓你再把它做出一個 就這樣的話 但是但對它來說 只要再也不容易 Resource 這個走目的 einmal